蔡言明爱心基金会发出端午礼金 给县内300户的经济弱势家庭 每户是5000块 统计捐赠150万元 而这笔爱心红包 也由县长夫人林素云代表接受 表示满心感谢 家府重心太古队带来撼动人心的太古演出 为这场端午送关怀活动揭开序幕 蔡言明爱心基金会协助宜兰县经济弱势民众开心过端午 今年资政全县300户端午节的慰问金 每户可获得端午节礼金新台币5000元 由县长夫人林素云代表接受 让弱势家庭感到人间处处有温暖 也感受到我们汪汪集团的蔡董事长 有时候也向克林斯帮助我们这把山 他在支持我们 保护我们 我想每一天的山节 包括春节 还有中秋跟更午节 我们汪汪集团总是会在宜兰 帮助我们好多好多的家庭 大家都知道我们蔡董事长的汪汪公司 在我们宜兰起家 那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宜兰忘记 从98年开始 就每一年 三节都来帮忙我们 有一些变远户 有一些需要帮助的 学生也好 老人也好 在宜兰很多的场合 都可以看到汪汪集团基金会 来帮助我们宜兰的乡亲之地 今天在当午节之前 也在我们宜兰县有300户的边缘户弱势家庭 那蔡董事长这边帮助每一户 有5000块的端节的慰问金 这次关怀的对象为宜兰县经济弱势家庭 无法获得福利补助的边缘户 单亲 隔带教养 独居老人 高风险等等家庭 透过蔡衍明爱心基金会 发送礼金到弱势家庭的手中 让弱势家庭在端午佳节 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爱心 也让他们得到即时性 实质性的经济协助以及温暖 亿兰新闻记者石市民采访报道